大概果文 古文十五篇的第五篇 桃花園记 我们要先来看旭把题 这个旭把题在之前的影片有拍过 所以你有兴趣的呢 可以去找出旭把题的这一部影片 把它看完 我这边会讲一个大概的概念 旭原本是放在书的后面 他多写成书的原因 目的 动机 甚至是写作的方法 所以后人发现 如果有先读了这本书的旭 会对于这本书有更多的掌握 后来就把旭挪到书的前面去 写完书的一些感想心得后继 或者是要感谢的人 另外再写了一篇拔 这种写作的作者的一些感想想法 或者是心得分享 他就被统称为旭把题 往下来看 关于旭又分成两大种 基本上旭把题在这边 但另外有一种正旭 这种正旭说白话一点 它比较像是给别人的留言 或者是一封短信 它比较不像是旭把题 再说明自己的写作原由或心得 真正的旭把题分成字序 自己写的作品 自己作序 或者是他旭 自己写的作品 别人帮忙作序 往下写在书的前面的就叫书序 所以字序 自己写自己的书 字序 自己写自己的诗的前面叫诗序 自己写在自己的诗集 前面的叫诗集序 他旭也一样 你有兴趣的 可以再去看这一部影片 他会说明的更清楚 那这一课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呢 因为这一课就是作者 写在自己的桃花原诗的前面的序 这一课全名应该叫桃花原诗并序 我们在讲完课文之后 也会再带大家看一下桃花原诗 底下呢 补充了我们在课内 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序把题的分类 所以你看根据这个书序 施序施集序可以分成三大类 最常见的书序的字序呢 是史记的太史公字序跟梭文杰字序 这是汉朝的司马迁跟许盛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推断 序被搬到书的前面去 大概是在汉朝这个前后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本书 它是汉朝之后才写出来的 它的序你很合理就可以猜测 它被放到书前去了 放在书后的我们看到的 都是汉朝之前完成的书籍 后面这边台湾通识序 是连横自己做的台湾通识 自己做序放在书前 这边白居易 白居易的琵琶形并序 序就是写在琵琶形这首诗的前面 正气歌也是歌形体 也算是诗 所以前面写的序是正气歌并序 另外呢这个李白帮忙写的 春夜宴种地 就是跟他的堂兄弟们 一起在桃里园做诗 之后诗集结成诗集 他帮诗集做序 因为他是里面最有名的人 蓝亭集序也是一样 他们在蓝亭聚会 那一天饮酒做热血的诗 要集中成蓝亭集 王羲之帮忙做序 接着来探读桃花园记 必须要有的先辈知识 你比较容易懂这一篇 第一个我们要懂的是性善 儒家的性善论 指的是人有行使善的能力 是一种能力论 至于社会上看到的种种不善 都是因为被其他的物质欲望给影响了 儒家的性善理论是认为 如果人能够接受合理的引导跟教育 会有一个和谐的地方 和谐的国度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桃花园产生 桃花园记这一篇为什么那么重要 最主要是因为 每个中国世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园 这个桃花园是一个理想世界的存在 他招式着有可能人性是善的 有行善的能力 接下来谈一下棒球场理论 桃花园为什么难得 一来他非常难得 二来呢 他非常容易瓦解 住在桃花园里面的人 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计较得失 为什么你分的比我多 那大家开始计较就会有竞争 就很像你在棒球场看比赛的时候 前面一个人因为激动而站了起来 后面的人被他挡住 就看不见比赛了 所以后面的人也站起来 慢慢的不知不觉 整座球场的人都站起来在看比赛了 所以一旦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计较 就会有第二个人 然后就会变成两群人三群人 这一个完美的桃花园 发生的是在一个小小的村落 按照桃园民的安排 他更接近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 因为小国因为寡民 政治制度不用写的那么严苛跟明确 而每个人民都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感受 因为住得近人口少 所以小国寡民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再来呢 如果是谈到莫加的奸爱 奸爱强调的是爱没有等差 你对每个人都要一样 爱无等差 但这个我们不是说他不可能 不是说他完全不可能 而是他非常非常难 你要对别人的爸爸 跟对自己的爸爸一样好 你只要一有失误就会开始有计较 又回到这点 所以桃花园的存在有点像是一个沙盒 像中国的所有的想要当官的读书人 招式的只要你们够努力 我们有机会把人类的社会 推向进步的这个区域 如果你有读懂桃花园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存在的话 你就不会被一些万文生意的赏息 拉着鼻子走 根本不知道桃花园为什么重要 他不过就是写了一个理想世界的存在 他的存在 或者是你对他的想望 是证实着你相信儒家 人性本善的这个概念 而且你也知道 你只要用力当官 人就有可能进步 哪怕你活着的时候 没有办法制造出人间桃花园 但你也把它推进一步了 然后你交棒给下一个人 下一个心中也有桃花园的诗人 我们来看一下白秋的这首诗 如果你有看懂的话 你就会知道白秋的这首 雁是在写什么 我们能活着 能来要飞行 飞向哪里呢 地平线 这个指的就是 中国读书人心中的那个桃花园 我们要飞向桃花园 感觉他接近呢 却又是那么遥远 所以呢天空还是我们祖先飞过的天空 因为他们也努力过 我们如祖先的翅膀 陷入一个不完的眼梦 永远不会完成的感觉 一棒接着一棒 接力下去 让人更好 我们缓缓的在追逐中死去 继继续悬空在无牙记的中间 孤独如风中的一夜 所以真的心中有桃花园的世人 在努力的改变世界的过程中 难免也会遇到很孤独的时候 而这些云翼 就是不懂的人 或者是他们根本不相信 人性 本善的那些人 所以如果你把这两首诗结合起来 这个燕就是想要改变天下 将社会推向理想的世人 这个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看完之后会令人很感动 下一部片我们会看 提解作者跟诗的第一段